这个国管同盟军 山下也设下了伏击 缅军也是伤亡惨重 到12月4号呢 这个缅甸已经攻陷了五个城市 四个关口势如破竹 然后在这个缅甸军政府的办公室后 缴获了400多亿的这个现金 只剩台币大概是1.4亿人民币 对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 缅甸的武装联军 他最终目标是什么 他真的要跟军政府干到底吗 而且看这个动作是很大 还是说是要扩大根据地 因为讲白了 国感同盟军 跟缅瓦迪那边的民族是不一样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 中国大陆现在也很头痛 就是电炸的部分 国感大概处理的一部分 所以大概有五万多人从业者回大陆了 可是缅瓦迪那边大陆就很难介入 因为那边不是华人 那他们也建构的比较好 就是说他的整个民兵的程度 这个也牵涉到他们跟军政府的相处 过去关系是比较好的 那国感因为他就是广义的中国大陆的外溢势力 所以这个电炸集团不只是缅北 不只不只 整个面积是两个台湾大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而且中国大陆光是处理国感那一带 那个电炸园区 听说金流就高达760亿人民币 就历年累积的金额 所以中国大陆是 他是非常生气 所以借这个机会就把他缴掉了 不过就是说那个彭家 那个彭怀人怎么会突然变这么强大 这个坦白讲四大家族认为他背后有靠山 有人在背后发功 对了有人发功 就是抹东方大国 抹东方大国 可是我觉得这个大陆也无可厚非 因为那世代家族太过分了 所以既然那个彭家有意要 以这个为诉求 那就助他一臂之力 可是真的接下来 你也不能太介入 因为你如果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侵害的都是中国民众的利益 那他比较有正当性这样做 然后或者说 你这个已经搞到那个中缅边境了 那我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 可是至于缅甸其他地方的电炸园区 那中国大陆就很难介入了 所以其实坦白说在这里 中国大陆是对缅甸军政府也是蛮有意见的 那可是他又基于跟缅甸这个现在的政府 又要维持一定的良好的关系 所以坦白说他是每一个单位都有交往 那可是每一个单位也不能完全信任 那每一个单位也给予了必要的帮忙枪 所以你看他也不是派的军舰 那个就是要稳住军政府的局面嘛 所以我觉得这里尴尬的地方就是 你不知道这种 这个少数民族的武装联军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到底最终要打到多大啦 所以军政府当然会害怕 因为他们怕你跟翁山苏姬河流嘛 就不知道你要打到哪里嘛 所以可是他又没有办法 这个历史很久了啦 就是缅甸的中央政府一直对 缅北缅东一些边境区域的少数民族的武装 一直没有办法消灭 所以他们久而久之就变成地方的吐司 应该叫吐司没错啦 不是面包啦是吐司啦 叫云南贵州那种吐司 或者是土豪猎生啊 军阀啦 就根本就是整个都搅在一起啦 我就问一下亮哥 但大陆最在乎的还是电炸集团嘛 那北部电炸集团会不会我们看到整个流川的东边 当然他们的民族各方面不一样会吗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听说暴力仅次于贩毒啦 太好这样 所以各地的军阀都很欢迎啦 你只要来帮我赚钱我就收容啦 就是这样啊 那当然有几个家族 尤其是那个明家 明家听说涉及对中国警察的杀害 所以中国大陆非常火大 就把他给灭了 那可是其他的家族 你说他们没有做这样吗 实在很难讲 那可是 因为其他就没有扯到中美边境啦 那也没有他那么嚣张啦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是长期有派人进去卧底啦 了解状况 那你不要太过分就算了 那可是你竟然连我的警察都杀 而且他也表明身份还被杀 对对活满 所以真的是惹闹中国大陆啦 所以就特别把那个给端了啦 对但因为缅甸很大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你说要一次端掉所有的这个电炸集团 看起来也有相当的困难 相当困难 不变 因为你是人家的领土 这个如果在中国境内早就没了啦 要发工都要默默的发工 对对对对 不能明着发工 大陆的外交操作真的很灵活 更不要说华春莹 华春莹也是一样 他的每篇发文流浪都超高 然后最近他就发什么卢卡申科 白俄的总统 跟北京大学兵球队进行了友谊赛 视频有没有 然后英俄双鱼写着 猜猜这个林浩的得分手是谁 然后他也进球了 有没有 体育的啦 政治的啦 这个艺术啊 这个演艺啊 结合起来真的效果好得不得了 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他们大陆现在这个整个的国际这种所谓的新闻啊 他这种讯息啊他用新的媒体平台 所以他YouTube啊或者说这个脸书啊 甚至还有TikTok啊他都用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就是说与时俱进啊 因为将来这些新平台的话事实上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强 那不过就是说迪利尔拉当然他的主轴是这个思路 就思路 思路就是一带一路 所以思路经济带那是整个的中国从这个 几条路线跟西方当时的欧洲接触 还有阿拉伯文明的接触 这个片是事实上是在这个克罗埃西亚的 一个著名的城叫杜布罗夫尼克城 这个城叫这个亚德利亚海之珠 这个过去在思路的时候 就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一个 在这个巴尔干半岛附近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商旅的一个集中站 所以这一次是为了思路之旅去 不过我觉得特别请迪利勒巴 穿着维吾尔族的衣服 跳这么美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舞 那么也是向世界展现 就是说维吾尔的现况 也是维吾尔人的第一个文化 得到了完整的保存 然后呢在中国的社会里 像这个像迪利勒巴这种最当红的明星 受到的欢迎程度 那这正好打脸了 也就怎么讲 也就驳斥了西方 很好不断在妖魔化 整个新装现况的这个文宣 所以我觉得是多重的功用啦 不过我对迪利勒巴 我就说其实我蛮喜欢看跳新疆舞的 其实我有时候是看TikTok 我都在看跳新疆舞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种自然的 一种肢体的一种展现 你看迪利勒巴他跳的 他虽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可是他的舞蹈就是非常有基础的 那他可能受过训练 可是我看到很多网站 这个维吾尔族的小朋友很喜欢 从很小三岁四岁听到音乐 那就是可以集席跳一次 非常非常有内容 全身的运动非常非常美 那你看迪利勒巴他这个下腰 还有他的这个脖子 这个扭动 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有专业水准的 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舞者 那我觉得这种现在中国大陆 这个在事实上外交 招逢了各种挑战的时候 这种软性的材料放进来 然后达到一种政策的目的 宣扬政策的一种目的 用这种方式 事实上我觉得是一种进步 所以大陆整个外交思维在变 当然他这个硬的也是很硬 该讲硬话 该强硬的时候也毫不手软 然后这个其实华正一开始 就做了很好的示范 他率先用推特 都是用图 推特就是图很多 当然文字很少 以前这个外交部文件 一发就是一大坨 大家根本懒得看 对不对 但是华正一的效果就很好 所以你看到 他又发这个卢卡申科来 特别是 大家不知道只看到 这个习近平在钓鱼台宾馆 跟他讲了一大堆 但是这个显然就吸睛很多 但是我们也回过头去 看一下卢卡申科 这是他今年第二度访华 那在去年9月上和峰会的时候 双方就已经建立了 这个最高等级的关系 那现在都说 这个大陆除了八铁之外 又多了一个白铁 你怎么看他的二度访华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后续的事情 要跟这个习近平来继续来讨论 我想第一个就是一带一路 那么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呢 事实上往波罗里海这条路 很多地方因为乌克兰的关系 受到一些这个影响 那过去走乌克兰的路 是不是现在可以走到 可以走白俄罗斯呢 从白俄罗斯再到波罗的海 因为有一条这个 思路经济带是希望走到波罗的海 那事实上的话 白俄罗斯虽然跟这个 波罗的海三小邦 像立陶宛 关系有冲突 可是呢 我的了解 双方的这个商业的往来 还是非常的怎么样 还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最近有一个德国的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 说事实上这个欧洲对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很多地方一个漏洞是立陶宛 因为立陶宛把很多欧洲的产品输到白俄罗斯 那他并不是要输给俄罗斯 可是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的关系 非常密切情况下 很多产品从立陶宛就进入了 由此可见 立陶宛跟白俄罗斯关系也很近 所以白俄罗斯事实上如果说 他能够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 取代过去乌克兰扮演的这个 这个中国通道 整个亚 欧洲 如果说比较北边这条到波罗的海 这条路线的这个思路经济带的话 那白俄罗斯的经济会活络 那另外方面当然就是说 白俄罗斯当然他还是经济发展还是有需要 那么 白俄罗斯过去事实上也要想要走西方的路线 可是呢两年前一场选举啊 让西方国家啊 给他搞白色革命啊 差点把他这个政府把他搞垮了 那他对西方国家不寄希望 可是这个国家经济还要发展 那你能跟欧盟接上线 欧盟也抵制他 你跟美国接上线 美国也抵制他 那跟俄罗斯呢 俄罗斯现在自身难保 所以他的整个经济发展 当然要跟中国大陆 希望有进一步的这种 深入的发展 那战略上更不必说了 就是说 俄罗斯事实上跟白俄罗斯 已经 基本上已经快成联盟国家了 就是说 这个俄乌战争之后 他们签了一个 基本上这个同盟条约啊 事实上俄罗斯已经把他的 这个几乎这种 战术性核子导弹 都已经放到白俄罗斯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就是说 白俄罗斯想要跟俄罗斯一样 想要 往西方看的 这个前景不大了 所以他这个国家要发展 尤其经济 基础建设要发展 那他哪儿要来中国大陆 所以他两度来 那这一次就是说 有一个说法就是 10月份的时候 这个思路 思路经济带的这个 高峰会议 他那个时候没有到 所以他可能错过那次会议 他这次回来 就是说 那么 到中国来访问 看起来心情很轻松 第一个他跟习近平见面 大家看到 常常从这种官方发布的照片 就看得出当时的气氛 两个人不但笑 而且这个笑都不是那种 很僵硬的那种笑 老朋友 是老朋友 你看来还举行 还有时间跟北京大学举行球赛 他还有 他还有 净分 这个这是有点让力吗 对 我都有点怀疑 因为欧洲他们非常喜欢 这个冰上驱棍球 不过他冰真的留得很好 他是冰得很好 因为北欧这一代 像德国 白欧尔斯他们的 还有加拿大 他们这都非常非常强 其实习近平见 卢卡森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休息好了吗 他就说 休息得非常好 就是朋友之间的问候 对 他说这里非常的安静 他事实上 我不晓得他住钓鱼台几号院 他一去就住钓鱼台 钓鱼台是从清朝开始的 那里面是古墓升天 是一个有文化 有这个非常底蕴 非常深厚的地方 所以我想对他本人来讲 他到中国应该也是一个享受 那还打驱棍球 对 所以有这一幕 大家就看到那个气氛 真的很不一样 真的很好 那你从某一种角度来看 就是中国大陆接待外宾的时候 他很 就是说这就是一量身定制 你喜欢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让你看他也跟嘴京大学 北京大学打球 北京大学的曲棍球 还得分哦 对 其实中国大陆的曲棍球 在东北一带也很盛行 也打得很 也打得很激烈的 当然在北京跟北京大学 他年纪也比较大的 不会让他这个太多冲撞了 不过让他在冰上这样跑一跑 我觉得他会好 让他这一行更愉悦 对 然后那么谈事情会更顺利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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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